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用我的技术分析助理您的投资交易 欢迎观看本期杭哥新加坡每日股评讯息 我是杭哥 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济 今天是2023年2月14日 星期二Valentine's Day 同时也是新加坡政府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日子 海峡时报只说SDI今天继续下跌0.2% 收盘在3318点 正在下探3310点的支撑点位 并且向我的绿色四代靠拢 我的看法不变 长期走势上涨 短期有所震荡 个股方面占权重股最大的DBS新展银行 连续第二天下跌 收盘在35块06 今天有客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考虑再入场 我个人从图表中分析 觉得如果股价能够回撤到我的绿色四代中 也就是34到35块之间 此时考虑入仓可能会比较划算一点 但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回撤这么多 总感觉它随时又要冲的样子 除了DBS之外 我今天就给客户们发了一只股票提醒 这只股票是Paxson Retail 从图表中看 今天这只股票突破了0.094的阻力点位 这已经是第三次突破 俗话说得好 在一在二不在三 今天的突破还算比较成功 上方没有看到太大的卖压 形成了我的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经典图形 只要0.093的支撑点位能够守住 那么上行的趋势和潜力都是很大的 可以持续的关注 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 不耽误大家去约会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您能帮我点赞和转发 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 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 欢迎WhatsApp 或者通过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填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这个链接在我的TikTok个人主页 也可以找得到 关注韩哥 韩哥是加坡每日股评 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理您的投资消息 咱们下期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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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